胎记事件,街上集,梦梦言名芳芳,把娜娜光明正大的关了起来,隔天梦梦私底下去见了被关着的娜娜,娜娜也看到了梦梦表情复杂的开口说道, 芳芳我们不是好姐妹吗为什么,梦梦打顿我的话倒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东西,而且我现在叫做梦梦我是下一任的女王,那些曾经的事情就不要说了,我来见你就是想要跟你说,你就好好待在这里吧。 我会代替你当好女王的,说完梦梦转身就走完全不给我开口的机会,我只觉得心好累原来友情也会变的,只是一个女王的位置就让原本是好姐妹的我们变成现在这样的关系,正当我在感叹的时候,突然想起了梦梦走前说的话,什么叫做代替我当好女王,难不成梦梦她其实是假的公主而我才是真正的公主, 一想到梦梦之前说过她当女王后要让所有人都跪着,想到这里我不禁冷汗直流,于是开始对着守门的守卫大喊,为完代替,街上集,我对着守门的守卫大喊,我才是真的公主真的女王,梦梦是假的公主她不是真的, 只见那个守卫转过来冷冷的看了我一眼说道,你别在那散播谣言了,女王陛下早就检查过公主了,就凭你也想要当公主怎么不去照照镜子 听完守卫说的话后我整个人心灰意冷,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会如何,还有文文也不知道过得如何,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,视角转到梦梦这边,梦梦走到了女王面前撒娇说,妈妈我想要跟你一样我也要有魔法,女王原本是要拒绝梦梦的,但女王想到梦梦走失这么多年, 所以想了想为了让梦梦能够接受自己,为完待续,接上集,于是女王开口说道,原本应该是要等你继承王位后,才能够让你学会魔法的,但现在我愿意先教你,于是女王就带着梦梦又一次来到了密室,经过了上次看见的大水晶球,但这次女王带着梦梦继续走,直到走到了一个金闪闪的皇冠前,女王对着梦梦说道,把你的手放上去, 梦梦就听话的把手放了上去,顿时皇冠散发出强烈的光芒,然后梦梦就感觉身体获得了一股力量,完了后女王就说道,梦梦你学到了皇家魔法了,但你要记住不可能为非作歹,如果为非作歹的话魔法会消失,梦梦就开心的点点头说,妈妈我知道了,那我先出去玩窝,梦梦就疯也是的跑了出去,是想回到娜娜的爸爸妈妈这边, 娜娜的爸爸妈妈得知娜娜被梦梦抓去关了起来,未完待去,接上集,爸爸说这下可怎么办才好,妈妈说娜娜明明是女王的女王,为什么变成梦梦了呢,难道梦梦的纹身也是一对白色的翅膀吗,爸爸开口说先别想这些了,先想办法救出娜娜,可我们怎么做才能救出娜娜, 孟梦当上公主后就不认为娜娜这个好姐妹了,而女王也被孟梦给欺骗了,现在女王完全相信了孟梦,接着妈妈灵光一闪的说道,对了,我们还可以靠女巫露露呀,爸爸迟疑的说道,露露可靠吗,真的能够依靠她吗,妈妈兴奋的说道,一定可以的,露露的规矩就是不问理由,只要我们去找露露,我们一定就能救出娜娜, 接着爸爸妈妈就一起到了露露家门前,妈妈跟露露说明了来以后,露露开了门让她们进去,露露开口说道,你们应该都懂规矩吧,妈妈急忙开口说道,我们知道,我们希望你能帮忙救出被关起来的娜娜,为完待续,接上集,露露听了以后便说可以啊,我可以帮你们救出娜娜,今晚我们就一起去救娜娜吧,听到有办法救出娜娜了, 爸爸妈妈都开心的笑了起来,大家没有发现的是暗处有个人正偷偷听着,露露所说的营救方法通通都被那个人偷听了,到了晚上,爸爸妈妈再一次到了露露家,露露说我要施法让我们变得隐形,这样我们才能潜入救出娜娜,接着露露就大喊一声,你看不见我,接着露露对着爸爸妈妈点头示意,已经放好隐形魔法了, 于是一行人就一起上路准备去救出被关起来的娜娜,到了关娜娜的地方后,看到了守门的守卫,爸爸妈妈顿时有点紧张害怕被守卫们发现,而露露则是直接走了上去,甚至调皮的在守卫面前半鬼脸,虽然我没有说不过露露其实只有20岁哦,爸爸妈妈看到露露的表现就放心的跟着露露继续走了, 未完待续,接上级,但他们没发现的是,一个黑影正偷偷地跟着他们,当大家走进去后发现我缩成一团躲在角落,爸爸妈妈忍不住小声喊到娜娜,我听到声响后抬头一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,爸爸妈妈才想起来,现在他们身上都有魔法,娜娜是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, 于是爸爸妈妈急忙向露露求救,露露点了点头后就低头施法让娜娜也变眼型了,我眼前突然就出现了爸爸妈妈还有露露,我顿时泪眼汪汪地扑向妈妈,妈妈小声地安慰我说道,女儿啊,这几天都请你了,我们先出去吧,再想办法让冒充你的梦梦露出马脚,于是我们一行人就悄悄地走了出去,这时一个声音传来,未完大序,接上级,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,你们这是想要去哪里呀,大家一起看向初生的人,发现那个人竟然是梦梦,这时最震惊的人是露露,露露吃惊地说道,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看得到,我早就释放你看不见我了啊,你怎么可能,梦梦打断了她的话说,我可是有着皇家魔法的人,区区一个小魔法而已,怎么可能逃得过我的法眼,你们的魔法早就被我给破了,至于为什么我会知道, 你们今晚要来这里,那是因为我有顺风而压,你们那天谈论的计划,我可是一字不差地统统听到了,守卫们上把他们给我抓起来,他们密服要谋害本公主,接着守卫们便冲了上来要把我们都抓起来, 但露露可是有魔法的女巫,怎么可能轻易地被抓起来呢,露露看着出来的守卫轻声地念起咒语,七七七七七,守卫们便纷纷飞了起来,接着露露说道,你竟然敢把主意打到我身上,我要收回我的魔法,让你这个假冒的公主受到报应,未完待续,接上集,露露愤怒地喊着咒语, 我不要你觉得,我要我觉得,梦梦轻松地说道,我现在可是有皇家魔法的人,接着只见梦梦举起手,似乎想要挡住露露的魔法,但是梦梦突然睁大了眼镜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,接着露露的魔法完整地释放到了梦梦身上,梦梦愣愣地说,这不可能啊,这不是真的,我有皇家魔法的啊,接着一个声音传了出来,你让我太失望了,梦梦一听到这个声音, 便不敢动态,也不敢说话,而我却是看到了梦梦背后的人,竟然是女王殿下,女王接着说你假冒公主欺骗了我,甚至将真正的公主关起来你不可饶恕,你也不配拥有梦梦这个名字,这个名字是我替我女儿取得,你这几天怪异的举动让我怀疑,于是我这几天有派人跟踪你,这才让我发现了你的阴谋,也让我发现我的女儿其实是娜娜不是你, 你只是个假冒的骗子,女王的视线突然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歉意,方方还想要狡辩地说,不,不是的我是公主,我真的是,我的胎记是一对白色翅膀真的说着说着方方就露出手臂,方方的手臂上的胎记却是一个白色的圈圈,方方呆呆地说怎么可能我是公主才对的啊,但方方身上的魔法早就被露露给解除了,甚至方方身上的皇家魔法 也因为她为非作胆消失了,接着方方就被守卫带走了,而女王也走了过来对着我说,女儿对不起我终于找到你了,这些年让你受苦了,然后抱着我哭了起来,女王说道,娜娜你愿意当公主吗? 我点了点头后,女王开心地笑了,玩街撒花